伊利沙伯医院昨日起改为专收新冠病人的定点医院 大约深入80个非新冠病人会转到其他医院 或者经评估之后安排出院 医管局说截至昨晚 约四分之一的病人已经完成转送 大约60个病情稳定的病人 和接近康复的病人已经转介到私家医院 对方暂时接收20人 当局说转院病人的主乘医生 不会继续跟进有关的个案 但有机制确保妥善跟进病情 所以在2月初我向中央提出请求的时候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中央援建我们 在我们香港密得的土地上 尽快兴建更多这些特建的隔离的设施 现在密释了土地一共是9块 其中一块是洛马州河套区 另外8块分布在不同的地点 稍后发展部长会向大家交代 我为何要分开说 洛马州河套区和另外8块呢 因为另外的8幅土地 它们的建筑模式都是相当接近的 但是洛马州河套区因为接近深圳 由于要增加我们的能力和速度 是由内地直接帮我们派成建商来兴建 当然同一块土地上 也会有一间应急医院在兴建 这个来源是最多的 到所有9块土地完成之后 相信会多了5万个单位 第三个来源就是未入伙的新建的公屋 大家都记得我们在很早阶段 是征用过未入伙的新建的火炭的晋阳村 其后也交给一些公屋的居民 今次也是需要征用三座 在两条屋村里面未入伙的新建的公屋 大概是3400个单位 第四个就是征用或者租用 因为我们是要付费的 是租用一些酒店 大家都记得早前 我们亲自和香港的酒店业界 视频会议 其后得到他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回应 现在大概有30多间的酒店 会参加这个作为社区隔离酒店的计划 目前已经投入了服务 大概有一半 18间 当30多间都能够逐一投入服务 相信能够提供超过15000个酒店的房间 作社区隔离的用途 在未来几天 粉颖马色龙 港珠澳口岸人工岛 和洪水桥这三个地方的设施 也会陆续投入服务 去到21日的星期 在元朗谭美的设施也会投入服务 换句话说 在三月之内另外会有14000个隔离床位 是可以投入服务的 发型屋或者理发店即日起可以重开 并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 元朗这间发型屋 贴出安心出行的二维码 顾客进入之前必须要使用 和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有职员检查顾客的疫苗通行证 工作人员和顾客全城都要戴口罩 政府说未来几天 多个位于粉岭 港珠澳口岸 人工岛等等的隔离设施 将会相计落成 今天元来将会可以提供 二万箱的隔离床位 在未来几天 粉岭马适路 港珠澳口岸人工岛 和洪水桥这三个地方的设施 也会陆续投入服务 到21号星期 在元朗潭尾的设施 也会投入服务 如果计算清衣和新田 在三月之内 这六个项目加起来 会有大约二万张病床 可以投入服务 足高湾和启德的前跑道区 这两个是比较大型的项目 一共他们能够提供 大约是二万张病床 我们相信 去到五月份 他们也可以开始 分批的投入服务 我必须再致感谢中央全力支持 这几个对香港有极大意义的援建项目 以及中联版的协调和推动 我也感谢中建集团在过往一段时间 全力以赴 克服了不同的困难 对于政府昨天第一次发送紧急警示 交代伊丽莎白医院转为定点医院的消息 林郑月娥认为合适 昨天的情况 我也觉得是一个适合的应用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怀疑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紧急状态 是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紧急法 现在在撒行 伊丽莎白医院是九龙中的龙头医院 它是每一天医院管理局七个联网 17间急诊室里面追犯亡的急诊室 它一间医院的急诊室 可能已经是整个医管局 每天处理急诊人士的十分之一 但当然用第一次 永远都会有些不同反应 你有转述到一些反应 我都看了很多市民 在其他的平台说都挺好 对于有政府抗疫前线人员发公开信 说政府欠缺统筹 拖问派发物资的速度 行政长官林济月娥说 廉政公署总部已经成为物流承办商 协助分配物资 我们是各自为政 或者是没有努力做 这个是不攻自破 而事实上只送这个物资包 我们是动员了全港六大 做这些物流 但那个量是大到 我们是没有办法 可以完全按照我们 希望做到的指标来做 这个不是单单效率的问题 是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城市 在这么短时间要应对的能力 政府说截至今早 消防处业线收到一万九千个来电 要求送去社区隔离设施 当中一半有提供完整资料 一千七百人已经送去社区隔离设施 三百多人正在安排 强调现时要足够的床位 给患者隔离 不遵从隔离令是属于违法 是当卫生署向确诊人士发出隔离令 要求他们根据隔离令 去入住隔离设施的时候 这个隔离令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文件 市民应该跟着指示 你们是无权选择 入或者不入这些隔离设施 否则是违法 如果这些确诊人士 拒绝配合入住社区隔离设施 可能会触犯了防御公职人员的罪行 是可以被罚款5000元 或者是监禁两个月 如果这些确诊人士 在隔离的期间 是离开隔离地点 也有机会被罚款5000元 以及判处监禁六个月 政府说连上新稽的设施 最新的估算 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隔离床位 今个月之内 可以提供2万张新增的隔离床位 提醒市民如果不遵从隔离令 是属于违法可以被判监禁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连续大2日主持抗疫记者会 讲述隔离设施的最新发展 透露粉岭马息路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 和洪水桥近鸡白岭路的隔离设施 将会在未来几日投入服务 去到今个月中 元朗谭美的设施也会落成 一共有14000张病床 连同上星期二和昨日交付的清衣男 和前新田旧密城 今个月可以增加近2万张病床 另外两个属于永久城 位于啟德码头对出地皮 和竹高湾的新建设施 5月会分批落成 政府又说已经租用30多间酒店 作为社区隔离设施 提供超过15000间房 当中18间酒店已经投入服务 连同早前精用的公共屋邨 现有的里渝门公园度假村 和竹高湾第一至四期 一共有超过7万个单位 或者床位给患者隔离 过案不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年多以来 在这些安排去隔离 和检疫的工作 都相对是做得整整有条 今次疫情的研讯 和每天的过案的量 是数以百倍多过 以前我们最高峰的时候 要处理的个案 所以无论是安排人士进入隔离设施 支援在家居隔离的居民 照顾进入隔离设施的居民 都是有完善和改进的空间 第五波里我们都是不断总结经验和学习 政府又说现时隔离设施的入住率超过四成 平均隔离五天就可以离开 截至到今天早上 消防处的热线收到一万九千个来电 当中一半有提供完整资料 一千七百人已经送往隔离 三百多人正在安排着 有提醒市民需要遵从隔离令 如果拒绝隔离或者会触犯妨碍公职人员罪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五千元或者监禁两个月 隔离期间离开 亦都可以被判罚款五千元和监禁六个月 无线电视机在流程中不得 下单 uw 20 no